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陈佩思和葛优演绎道路上经历的起起落落 都离不开他们父亲的指导和影响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陈强和陈佩思 葛存壮和葛优这两对父子的情感故事 1954年2月1日 吉林省荣安县的县医院里 随着这一生明亮的啼哭 陈佩思出生了 陈佩思在家中排行老二 从小就非常淘气 在学校里可以说是出了名的混世魔王 学习成绩更是差得一塌糊涂 小的时候我记得我每一年考试 每一个学期考试都会有补考 都要通过补考 然后再升学 哎呀所以那个经常的被老师就把我父亲就叫到学校去了 把做功课本给他一看 然后父亲回家就把我一顿暴打 哎呀当时觉得呀 手真黑呀 真狠呀 可是现在自己有了孩子再一回想 我打孩子也都是吓唬 吓唬为主 其实哪能真吓唬 但是小的时候不行 觉得哎呀这天都要塌下来了 回到家一看到我父亲我就躲 为什么呢 那又是二分啊 要么就不及格呀 见我父亲赶紧悄悄了 就把我父亲发现 溜着枪根就进门了 啊这个这个这个 尽量躲着他 不让他发现我 所以我我童年的印象呢 我父亲是一个特别严厉的一个 一个法西斯暴君 其实哪个父亲能不爱自己的孩子呢 大骂 有的时候只是他们恨铁不成钢的表示 他想也是忍无可忍才会说了那样的狠话 可是陈佩斯从小就很倔强 父亲越打越慢 他就越有抵触心理 和陈佩斯的倔强 淘气截然相反 同是北营子弟的葛优 从小就性格内向 不多言语 用他们在微信朋友圈当中的一篇文章当中的一句话来说就是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两个字 一个是蔫 一个是缩 其实要说性格来说 我爸比我放得开 他那时候只会全场唱歌啊 只会一个什么 上去表演一段当中 我都不行 因为我的性格啊 不是那个人来风那种 葛优呢从小就免的 是不是那么外向的 遇到什么表演节目 好多小朋友啊 都是啊 飞着冲到前面去 没有我跳舞 我就不高兴 葛优是往后撤的 比方做哑铃操 集体做 单独节目老是不会安排葛优的 这个集体 你整个小朋友们做哑铃操 你总可以上去吧 上去以后你总可以 施展一下哑铃操嘛 你举嘛 这个我跟他妈妈 我们两人都去了 他知道我们在台下 别人做哑铃操的时候 跟观众是这么看的 高兴的这个吧 他是不是 他这 真的 真的 绝对把脸 怎么能这么做 他好东西把脸转过来吧 就从这边 也就是观众在这 他这样给你举 扔完了 好东西把脸转过来 一看这边 就转这样 从这些地方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葛优不善于表现自己 当时葛优不但在公开场合 不敢表露自己 就连在家自己发点小脾气 那也是温和的不得了 在他的母亲施文心 给葛优父子写的自传 都赶上了这本书当中 就记录了这样一件小事 说有一次 不知道什么事惹恼了他 我们回家 看见房间的地上摆了许多 原本在书桌上的东西 像墨水瓶啊 钢笔啊 笔记本啊 笔筒啊 书啊什么的 但还都完好无损 摆放的均匀整齐 令我们啼笑皆非 可见小改发脾气 也是很温和的 他不会真的摔东西 把爸爸妈妈的东西放在地上 就是小小的报复了 这样的葛优既好笑又可爱 可无论是腼腆内向的葛优 还是淘气倔强的陈佩斯 都赶上了那个特殊时代的 一项大运动 而这也成为了改变 他们命运的起点 1969年 陈佩斯赶上上山下乡 插队落户 本以为终于脱离了 严厉的父亲 好好的玩一玩 没想到 当他一来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就傻了眼 那时候 内蒙古建设兵团 刚刚组建不久 又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 从种菜脱土坯 到烧砖盖房子 都得知青自己干 白天已经累得不行了的陈佩斯 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 每周夜间 还有一次紧急集合 吃不好 穿不暖 睡不饱 还要干重体力活 这可让陈佩斯太难受了 但是让陈佩斯万万想不到的是 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居然会是父亲寄来的一封信 虽然当时陈佩斯不喜欢父亲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希望父亲能用他自己的一些关系 把自己调回北京 再不然你寄点钱过来 也好能让他吃顿好点的饭 可是每次寄钱过来的 就只有母亲 在这段日子里 父亲倒是给他写过一封信 信的内容非常的短 大意是鼓励儿子 不要怕艰苦 要好好地劳动 看完这封信 陈佩斯第一次对自己的父亲感到了恼火 看到父亲的无情 绝望的他终于忍无可忍 当了逃兵 陈佩斯偷偷地从内蒙古回到了北京 葛优高中毕业后 也加入了上山下乡的队伍 北京京郊昌平江屯村 有这么一个小伙子 每天都要提着这个热气腾腾的猪食桶 来到这个猪圈里喂食 这个小伙子娴熟地换着猪仔们前来 并且将猪食倒进猪食草里 这样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猪的日子 他已经整整地过了三年 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但所有人都不会料到 这个每天踏踏实实喂猪的小伙子 多年之后 会成为中国电影荧幕上的大演员 他就是葛优 后来葛优高中毕业以后要插队 他就去了以后 前半年跟平下众众一起在那儿挖地啊 种地啊 是这样子 半年以后 有位养猪的老师父就看中了葛优 他那葛优比较老实 他需要一个年轻人啊 帮着他一块儿去喂猪 养猪助理 他就选择了葛优 原来那时候缘分已经重小 葛优这个猪官一当就是两年多 到了1978年 全国开始恢复高考 很多学生呢都跃跃欲试 葛优的父母更是建议他去参加高考 接受高等教育 可没想到一向听话的葛优 却突然提出来要当演员 这个提议可把葛优状夫妇吓了一跳 而且很少跟葛优发脾气的葛优状 还生气地表态 宁愿让葛优去喂猪 也不愿意让他去当演员 葛优做演员的时候 他妈妈和我都不太同意 反对 就觉得他呢 葛优最这个在中学的时候 看看他这绘画呀 这是一个还可以 他喜欢照相嘛 好像是能在摄影方面来发展 有这么个想法 葛优状如此强烈反对儿子当演员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葛优状觉得葛优自身的条件稍微弱一点 单眼皮小眼睛虽然说不丑 但是长相方面对于当演员来说 真的没有太好 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作为父亲 他不愿意看到儿子的路走得太坎坷 葛优状当了一辈子的绿叶演员 在刚刚出道跑中逃 后来他发现 儿子对这件事情的执着 已经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北京电影学院 这是葛优报考的第一个学校 可谁知道 满怀希望的葛优刚一进考场 还没轮上他施展自己的才华 就稀里糊涂地被刷下来 演得非常淡定 因为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当时那些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官们 作为老前辈的葛伦状自然也都认识 但他就是想让葛优自己去壮男抢 所以根本没有帮忙 有了这次打击 葛伦状本来以为 儿子就不会再去想当演员的事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接着执着的葛优又去考了青年艺术剧院 那段时间恰逢周总理刚刚去世 当在考场上 考官们让他急性进行表演时 他想到了 就以悼念周总理为题 进行一段表演 但还没开始就泪雨滂沱 哭得稀里哗啦 好事又失败了 葛伦状知道儿子失利的原因之后 心平气和地跟他说 你这叫失控 尽管你表演的时候很动情 但是演员不能只会表达感情 他要学会控制感情 你看你这哭得都收不住了 那就不叫表演 实验化剧院正在招收学员 自己已经打电话过去 介绍了葛优的情况 于是葛存状夫妇 马上给葛优报了名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在这次考试中 葛优却闹出了更大的笑话 考官让他上去 就是说让他 把那个人的眼睛捂住 他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但实际是考上应变能力 葛优却上去了捂住了 结果这演员就骂他了 很流氓啊 总算是什么事 他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老胖太老了 认错人了认错人了 虽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笑话 但是当时考官考的 就是学生的应变能力 虽然最后葛优说出认错人了 但葛优当时尴尬的反应 还是让他没能通过考试 一次次的失败 让葛优看不到希望 他失落地准备回农村 继续喂猪 但就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一位叔叔过来说 全国总工会文工团 要招收学员 葛优瞬间又来了精神 他决定留下来再考一次 葛优卓看到儿子 一次次失败还这么执着 他真的不忍心再看下去 于是他开始亲自帮葛优想办法 他找到了曾经的老战友 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 给葛优辅导师朗诵 还找了作曲家李万里 辅导葛优唱歌 最后他亲自上阵 是您父亲亲自上阵 给您辅导 对 辅导一个什么小品 就是在农村我不是喂猪吗 喂猪的这么一小品 因为是无食物 不可能有猪在 假想的满地都是猪来吃食 因为我全是按我那个农村 我喂了两年半猪 就是猪怎么在那吃食 怎么又挤了 这个没吃上 我那个吃多的要把它哄开 你就这种事儿 就表现那个 能让考官看到 好像有猪在现场 就这么个意思 这个小品后来考试的时候 表演得非常逼真 活灵活现 葛优第一次尝到了 被考官们认可的滋味 好事多么 葛优最终被全国总工会 文工团录取了 踏出了他演员梦的第一步 和葛优相似 陈佩斯考学的道路上 也是一波三种 但这波折的来源 却是因为他的父亲 陈强 这却给陈强和陈佩斯 带来了一个大灾难 陈佩斯被很多文工团 举至门外 陈佩斯陷入到了 深深的绝望当中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 什么时候才能从插队的 所在地内蒙古调回北京 甚至有那么一瞬间 他回忆起自己 从小到大 就从来没有沾上过 父亲的光 这一次好不容易 借父亲的演员身份帮个忙 没想到 父亲却帮了个道路 怎么办呢 不仅陈佩斯着急 他的父亲更急 有那么半个多月的时间 陈强 那个时候是茶不思饭不行 琢磨来琢磨去 他终于想起了一个人 或许这个人 能帮忙 虽然找到了能帮忙的人 可是陈强也担心 自己现在的境遇 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帮忙 如果他真的不帮这个忙 那自个儿这个老脸 又往哪儿割呢 但是为了陈佩斯 陈强终于顾不了那么许多 平生从不求人的他 开口了 陈强我认识了那么久啊 他没求过我 都是帮助我 就一件事他求了我 73年 我们八一电影制片场 要成立一个学员队 我是招生的负责人 陈强就偷偷地 到我们家去了 那种情况啊 你知道 他那种内心 你还没解放呢 还是黄世仁难霸天呢 天华 我求你一件事 把我儿子收了吧 叫我收 陈佩斯 我说好 一口答应了 结果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说了一个狮子大王预言故事 说了一个狮子大王分析卦 怎么样 挺好 都记得了 都记得了 还做了个小品 挖福财 劳动 对 劳动当作 挖这个福财来 还朗诵了一首诗 一个人演两个人 一个是连长吧 还有一个战士好像 对 一个诗朗诵 声音还有变化 那呀 一下就把我们震住了 而且呢 他做了这一切的这个小品也好 朗诵也好 唱歌 那声音呢 说实话比他爸爸还好 他爸爸的嗓子就好 他比他爸爸的嗓子还要好 不光把我们震了 把那个跟着考试生的那家属都震了 就这样到了我们场 刚进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那段日子 因为形象不符合当时的主流要求 陈佩斯只能跑跑龙套 所以一时间他非常的苦闷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影响他一生的机会即将来临 那时导演王好为指导的喜剧电影 乔治一家子筹备开拍 他第一时间想到了陈强 这一天 陈强拿着乔治一家子的剧本在家里看 陈佩斯在家也跟着一起看 看着看着 就觉得戏里儿子的角色特别适合自己 而自己也争苦于空有一肚子的才华 无法施展 不甘心只在八一场演个配角 于是他跟父亲商量 说想演儿子这个角色 结果当时父亲陈强并没有应和陈佩斯 陈佩斯知道父亲的脾气 知道他面子薄 不会为了他的事跟导演开口 所以估计这事没戏 可是陈佩斯错了 陈强老师我是 我从海峡海上明珠跟他就合作过 就这个任务 我特别地花心思 因为他很重要 男一号啊 到底要谁演呢 正着着急的时候 陈强老师跟我说 他说佩斯有兴趣 能不能考虑 我对佩斯也是多少有些了解 他在总政话剧团 演过《万水千山》中间的一个匪兵 虽然过场 一切都过去了 但是非常精彩 我印象很深 我觉得这个演员很有才华 陈强老师说以后 我说行 我说你来试试吧 在导演王好为决定 让陈佩斯出演 瞧着一家子后 陈强便开始手把手地 教儿子演戏 每天回到家 他都会配合陈佩斯 把第二天要拍的戏 提前练习一下 当正式开拍时 他怕陈佩斯看见自己在旁边 会紧张 就偷偷地躲在后边去看 等真看到儿子怎么演也演不好时 他就会马上出来说 你怎么那么笨 怎么教都教不好 然后再亲自演一遍 给儿子做示范 在陈强的带领下 陈佩斯逐渐展露了喜剧天赋 在父亲陈强的指导下 陈佩斯的喜剧天赋 被完全地释放了出来 于是我们看到了 从1984年到1998年 十四年间 央视春晚舞台上 一个又一个经典的小品 陈佩斯在春晚上 诙谐幽默的表演 让他红遍了大江南北 而此时的葛优 却依旧默默无闻 从1979年考入 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开始 葛优已经跑了六年的龙堂 这六年中 他大多扮演一些 又丑又坏的小角色 后来儿童电影制片厂 招摄影助理 母亲就和葛优商量 是不是写份申请报告 换个工作试试 葛优也不说不写 但拖拖拉拉就糊弄过去 到最后也没写 为了打消母亲的顾虑 葛优每次拿到剧本 就刻苦练戏 回到家就钻进屋 关上门开始练戏 练到凌晨才睡 第二天一大早 就去片场拍戏 早出晚归 有时一天只能睡上 两三个小时 在此期间 母亲总会给他 讲一些摄影知识 拿一些美术作品 想激起他的兴趣 但每次 葛优都会以看剧本为由 不愿接受那些 葛优商看到儿子态度坚决 就对妻子说 演员这行 摔打摔打可能就会了 随他去吧 在电影《圣夏和他的未婚夫》中 葛优第一次接到了出演配角的机会 在那段拍摄的日子里 为了帮助儿子进步 葛优的每场演出 不管是晴天下雨 葛伦壮常常都会去看 每次看完还给他指出表演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影片中的葛优当时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 但是看到了儿子有进步 葛老爷子还是感到了欣慰 直到影片完主的播出 葛优的表演水平才渐渐得到了提升 受到了观众的肯定 影片播出后 忽然有一天 一个朋友对葛伦壮说 你们家葛优震了 很多人都说 这演员形象真棒 听到别人的认可 葛伦壮虽然洗上心头 但为了避免儿子骄傲 葛伦壮从来不在葛优面前夸他半句 而是依旧会认真地琢磨葛优的作品 从中挑出毛病 让他改正 葛伦壮对葛优严格要求的态度 从小到大都没有改变过 电视连续剧《围城》拍摄的时候 导演让葛优选择一个角色 他并没有要求出演主角 而是向父亲教诲他的那样 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角色 葛优在围城中扮演的吝啬鬼里梅婷 在播出后 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随着葛优在荧幕上的作品 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欢迎 他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 即使他仍然像父亲教诲的那样低调形式 可是葛大爷这个称号 却也着实让他的父亲尴尬了一把 这个故事呢 也是被葛优的母亲施文新 记在了书中 说有一次 老葛参加了一个联欢会 刚进门 一位青年演员问他 说葛叔叔 您看见葛大爷了吗 话说了一半 觉得不对 这把辈分给弄错了 爸爸是叔叔 儿子倒成了大爷 这是怎么回事 两个人都笑了 小葛又怎么会成为葛大爷呢 我记得是 应该是九零年呀 九零年 那时候就有人叫 在一设置组里边叫起来 也不是说长得老 就是 怎么可能是 有什么事人觉得像一大爷 什么叫幽子呢 但是有没有 这些后面的一些潜台子 比如说你人品好啊 这各方面都幽子 幽子没这个 小刚那时候就老叫幽子 凯爷呢 也叫幽子 有时候也叫幽子 1994年5月24号凌晨4点多钟 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 还在睡梦当中的葛存账夫妇 被惊醒了 他们心里边嘀咕 一边呢 去接着电话 心想 这个时候打电话 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当他们走到电话旁 葛存壮拿起了听筒 不知道那电话那头 说了些什么 只听他一遍又一遍地问 哎 你说什么 说什么呢 放下电话之后 葛存壮和妻子坐在床上 对刚刚听到的事情 半信半疑 这么大的事儿 儿子怎么不来电话呢 其实那个电话 是当时的随行记者打来的 可是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喜讯 从外人嘴里说出来 他还真的不太敢相信 所以一直在等儿子的电话 而葛优呢 因为知道爸爸妈妈都容易失眠 他怕吵醒他们 就让他们多睡会儿觉 所以等到早晨八点 才打了这个电话 那一年 葛优三十六岁 和巩力一同踏上了 嘎那电影节的红地毯 获得了第四十七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 在这之后 葛优参演的影片越来越多 拿的奖项也越来越多 1997年的甲方乙方 1998年的不见不散 2004年的天下无贼 2008年的非诚勿扰 这些数不胜数的影片 让葛优的人气一天比一天高 演技也一天比一天好 看着这样的儿子 就连平时对他收起赞美之词的 父亲葛存壮也骄傲地说 葛优是我这辈子最满意的作品 而这句话的背后 不仅是对儿子事业上的肯定 更源于葛优待人接物的谦逊态度 还有他对父母几十年的孝顺体贴 我做过一次大手术 那时候做手术盒 也冒着很大 风险很大的 等我做完手术 到监护室 又过了两个小时 那个麻醉药才过去 过去以后 第一眼睁开眼睛 看到的是我的儿子葛优 他喊了一声爸 我说没事我挺好 他是经常回家 只要有空就常回家看看 常回家看看 那倒是 但是出去拍电影了 两三个月一两个月出去了 那就没办法了 但是他出去有个特点 每当出去的时候告诉我们 我明过两天我要到哪儿哪儿去 比方说我要到三亚去 他就告诉我们 到了在三亚去 对了 葛优不坐飞机 可怕死 这我不知道 他不坐飞机到坐火车 你坐火车时间长嘛 他就打电话的时间呢 就在火车上打 我现在已经到哪儿了 马上要到 比方说我要到哪儿了 报个平安 到了以后 第一件事情 我现在住多少多少房间 这个房间的电话号 是多少多少 马上告诉我 真是好激情啊 等回来以后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就回来来看我们 与葛优在荧幕上的活跃不同 早在1998年 陈佩斯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离开了电影荧幕 离开了春晚舞台 陈佩斯转入了他的话剧世界 经营着早在1991年 就和父亲一起筹办的 大道影业公司 当年 那个由父亲手把手教授 演戏技巧的毛头小子陈佩斯 已经可以带着父亲一起拍戏了 我要是想演戏 还有一个最保险的办法 就是给儿子说一声 今天得给我过去 想办法上一个戏 用一两场好戏就可以 那你必须得满足我的要求 在那儿儿子还是比较听话的 父子没能同台演戏 这一直是葛老爷子 心中的一个遗憾 这并不是因为 没有导演找过他们 像电视连续剧 编辑部的故事 导演赵宝刚 就曾经想过 请葛存壮出山 演那个主编 而葛优呢 却连忙摆手说 别 千万别 他来 我就完了 后来在拍摄电视连续剧 《黄承根》的时候 赵宝刚找葛存壮 饰演老中医金一堂 他又再次邀请葛优出演 其中一个角色 葛优也是连忙推辞 这两次父子同台的机会 都让葛优给推脱掉 这到底是为什么 发处跟我演戏 他是不是觉得 他演不过您呢 他不是说演不过我 儿子现在有出现 比我演得好 现在的问题就是 生活当中 不是葛优 你是葛优 我是他爸爸 咱们这回落个可以 一演戏就麻烦 他说他要交流 要互相适应 对啊 你比方说 葛优演个游击队 我演个日本鬼子 我这一排桌子 喂 图巴众拿进去了 我一看啊 他吓跑了 没了 就说他啊 有点演戏细了 就有点 我这么分析啊 也许啊 他小的时候啊 看您在荧幕上 演的那些坏人啊 有点阴影 不是这个 而且相反 葛优看到我这小名掌杆 说所有演的坏蛋什么人 他有时候 我不又是个 日本人有这个战刀吗 他没有战刀 他拿个木头棍子 插在腰里面 学年 他就带着 他在这个初中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他带着一帮孩子 他还学我 就在这一点上 他没有反感 不是因为爸爸演的反面 如果发出的话 有人帮我分析过 我平时对葛优 从小到大 咱不说到现在吧 我跟葛优谈话太多 从小就谈话 小时候就问 你尊重老师了吗 跟同学们玩得好吗 怎么怎么 功课怎么样 我看看 就这样面对面 当时我摆着一个严肃的面孔 有人说我 说葛优不敢跟你演戏 小时候之所以怕你 你也没打过儿子 你也没骂过儿子 他为什么怕你 就是你谈话 把他谈怕了 父子同台这件事情 一直是葛伦壮心里的一个疙瘩 但是1998年的 金鸡百花电影节 稍稍弥补了 葛老爷子这一遗憾 在那届电影节上 葛伦壮和葛优一同 走上领奖台 异常的吸引眼球 葛伦壮凭借影片 周恩来 伟大的朋友中扮演的 齐白石 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 最佳男配角奖 葛优也凭借甲方乙方 扮演的姚远 获得了童年百花奖的 最佳男主角奖 四年之后 当葛优凭借影片 大腕再次获得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时 这次为葛优颁奖的 正是他的父亲葛伦壮 不管父子同台领奖 还是父亲为儿子颁奖 这在中国电影史上 都是史无前例 可以说葛伦父子 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的 一段佳话 2016年先后离开了我们 但是他们把欢声笑语 留在了人间 葛老曾经说 我的代表做事各优 对于父亲来说 孩子是他们心中的骄傲 也是他们生命的延续 而对于孩子来说 父亲是他们前行的榜样 更是他们无法遗忘的背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